记得那时候在讨论还有就是说 要开放中国的海洋测量船 来台湾进行一些工程标案 说海洋测量 对啊 你现在去Google一下当时的新闻 我看了简直就快要心脏麻痹了 你这样不是让他的海洋测量船 我来帮你做海事工程 所以把资料送回去 以后解放军的登陆作战就 好方便耶 毫无国安可言 只机密都给人家 比IKEA的尺寸还准哦 大家好 我是沃草的萌萌 我是雪莉 欢迎收听民房关我什么事 带你关心民房大小事 我们一样邀请到 国防安全研究院的苏子云老师 欢迎苏老师 大家好 又来了 这次民房真的大小事 都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事 真的 我们之前跟老师提到 公民抵抗的重要性 这个很重要 但是我们想要来正直接的去看一下 这几个礼拜 这几个月 好像这个台海关系 我们讲不这么平静 因为像什么 台湾现在很多碰到灰色冲突的威胁 那这个题目 其实也是这期想要主要跟老师聊的题目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我们第一集的时候 其实就有稍微聊到现代战争 可能是起点的时候 就有聊到灰色地带冲突 这样子的概念 那也就是侵略者运用一连串 好像没有达到战争程度的这种威吓的行动 一步步的逼近目标 那也增加大家的心理压力 从2024年的1月开始 中国就再次片面跟动这个M503航线 那国台办也宣布不承认金门周边台湾控制的水域 那中国渔船也不断侵入台湾的海域捕鱼 不过其实这个情况好像 之前也蛮长一段时间都有了 比如说我们去麻祖探访的时候 当地人就有分享说 其实附近的渔船长期以来 都一直在做这种踩边界的事情 那甚至中国还仅在近期 也闯进中华民国控制的水域这样 那这些行为没有协商告知 那也完全无视台湾的相关的防备这样子 那所以呢 中国这样子的做法 其实有一点像是说 跟全世界展示说 台湾海峡是它的内海 是中国的固有地盘这样子 其实我想就是中国它这样做 其实对它自己非常伤啦 就是它会遭遇到很大的战略后座力 因为我们从就是更广阔的图像来看 中国政府放纵它的这种非法渔民 在黄海跟韩国的海警发生冲突 韩国海警还把枪射击造成死伤 那在东海跟日本的海保 海上保安厅也是一样 在南海跟菲律宾更不用讲了 那甚至远到南半球 就是南太平洋的阿根廷 那边的水域也是 中国的远洋渔船濫行捞捕 这个鱿鱼跟金枪鱼 造成南美洲 就是渔民的严重反弹 把中国形容成就是 面绝生物的这个恶魔 所以阿根廷 我那边的二瓜多等等的 国家也都向中共提出抗议 所以今天我们看 的确金门这一次 就是海巡依法 执法的事件 被中国给偷换概念了 我们之前讲民防很重要 大家都要在自己的战斗 岗位上面供固 但是我们要提供 足够的参考座标 就可以知道 这个责任在中共那里 在阿根廷那里 共匪都是共匪 有扛到北京也是有 他们到处做同样的事情 是的 然后同时我们可以讲 就是中共他这样的做法 其实就像鹿霸 那个花盆摆着 这停车为我的 过几天又把那个花盆 偷偷再搬一点过去 就是用这种蚕食侵吞的手法 所以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只是说在台湾海峡这里 中国他会刻意的 就是用这种准军事手段 来做这种灰色地带 就是淘甲包 一点淘甲包 现在又进化了 所以我们把它称为 沙拉米切香肠 但是我再把它进一步 称为是刹西米 就是像刹西米一样 切得更薄 让你无痛来改变现状 可是就是中华民国政府 也不是吃素的嘛 所以都看得出来 不管是切的是香肠或摄影片 我们还是要吃得下去 对 老师我觉得像我们想要提这个 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老师刚不讲 其实我觉得大家很多也没注意到 很多台湾的这个民众 都会觉得这个事情 是只发生在台湾 那为什么 是因为执政党挑衅了 不承认九二共识等等 但如果真的去用全球的视角去看 中国中共 其实是在全世界都跟周边国家 甚至没有在周边的南美国家 都在用类似的方式 去这个清门踏户 或是让自己的民船 或是武装民船 重装的渔船 然后偷偷的去扩张 他的领土主权 所以才会说 收听这个Podcast 有益生性健康 也有益于你的那个股票投资 真的 跟你的事业发展 因为我们要了解 就是说整个结构性问题 不要被中国 就是用片面的 见数不见铃的这个方式 扭曲概念 这就是所谓的公民抵抗 在成平时期 我们可以发挥的作用 我们补充一下上一集 讲了公民抵抗 除了心理上的这个强韧性之外 那在很多方面 就是兼顾灾防的用意 其实公民的这个韧性 不只是面对 所谓的武装的这个威胁 在大规模天灾出现的时候 如果你有储备比较多的粮食 或者看这个卧槽的这个资料 你可以知道说 如何保护自己跟家人 如何可以取得干净的饮水 比如说在卧槽这里 我们最早就是说 你不要带矿泉水 大家吓一跳 为什么矿泉水那么重 你带它干什么 你要带的是绿水器 绿水器带的就是 临时有什么污水 你还是可以有水 可以用 这样一堆的 那这些东西就是 可以在我们面对各种挑战的时候 都可以提高自己跟家人的安全 那再回到就是现在的状况 还有F503 其实也是一模模一样样 很重要的 因为其实依照统计 在中国的这个空域 就是它的天空 有70%都是军机在使用 30%是明堂机在使用 那甚至中共已故的总理李克强 他在以往的这个 就是政府工作报告 他就说 我们要把中国的空域做合理的资源调配 一所调解放军 你这军机占太多空域了 让给民航机 结果阿共他现在就 可能拿解放军没皮条 就故意把这个民航的航线 往海上推 他刻意在压缩我们的台海中线 所以你就说他真的是好坏坏 我刚刚讲说这个 在中国内部讲这句话 希望军方要让给民间的 这位李克强总理 已经让我们怀念他了 对啊 只是说我们现在就是 同样就是听这种 卧槽Podcast 有意身心健康 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就是中国的一个 刻意操作阴谋 像当然我们这样讲 还要有客观的数据 就是我们比对欧盟 欧盟他统计就是 他们军用航空占了空间的比喻 就是25% 其他都是民航用 美国地表最强大的空军 我真不好意思 就是依照FAA统计 就是真正的进航区 就军用的空域 就只有占1% 比如说在华盛顿特区 就进航区 但是他还有就是军事活动空域 就是 military operation airspace 艺术特工 这可能是演习空域等等 可是他是军民共用 也就是我在演习的时候 你如果要通过的话 你要先通报 那我如果没有演习的时候 你就自由通行 所以在美国的天空 就是99% 米塘基都可以用了 这样子同样的 就是我们把这个视角 拉到全球的话 就可以知道 M03就是共肥故意的 而且来压缩你的这个台海中线 好 那说台海中线很不负责任 为什么 因为根据国际民航组织 I care 就是你这些航线 第一个你要这样瞧 你要跟周边的飞航情报区先协商 第二个 即使你划设了 跟周边的飞航情报区 也是要保留一定的这个安全的距离 距离 不要说你飞到一半 说遇到前面有乱流 我就是 U一下就飞到你的飞航情报区 结果把台北这里的 航管局的人下个半死 照I care的规定 至少就是说 在Asobi在三分钟以上 你现在中国的话 M503大概30秒就出进来了 所以才会说中共这个政权 真的是很不负责任 包括我们刚才讲的 那个非法渔民的问题也是 老师刚刚提到这个 飞航区的问题 我刚刚想到一个点就是 我觉得也是很值得 跟这个大家说明 我希望老师等一下也可以补充 就是大家想到中国的军机 好像说很常在台湾 这个ADIZ航空识别区周边 不然偷闯进来一下 骚扰啊等等 然后我们的军机叫伴飞嘛 但其实不是只有台湾的军机 需要这样长时间 一直被骚扰的伴飞 日本的军事基地的空军的自卫队 也是这几年来 被长期的骚扰到 哇他们的军事预算 必须大量的增加等等的 所以这不是只发生在台湾 我想就是首先 向我们空军的弟兄姐妹 先自最近里 其实空军飞行员 现在很多女性优秀的飞官 还有地勤人员 他们就是在保护 我们每一天的言论自由 包括现在在Podcast 可以讲东讲西的 不会说 现在就被党 把你的言论 从网路上给消失掉了 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 基本的人 基本的尊严 当然希望中国大陆的朋友 以后也可以有这种 免于恐惧的自由 好回到刚才讲的 就是说的确 某某讲的是这样子 就是冷战开始的时候 就是当时是苏联 就是常常拍飞机去骚扰日本 特别是北海道 我记得有个漫画叫做 就是百里基地 一百两百的百 里长的里 这个漫画 这套漫画当时也很有名 不要只看小叮当 还有很多好看的日本动漫 那形容的是 百里基地的飞官 上去拦截俄国 当时苏联的一些军机的一些故事 放到就是说比较大视野 俄国的飞机到现在 也是常常入侵瑞典 跟芬兰的领空 去钢腰啦 就挑衅 那中共的这个军机 当然现在也在做同样事情 所以就是这些威权国家 基本上就是 不讲国际法 国际规则 他就是用这种 比较阿拔的心态来处理事情 所以应对他们的话 第一个就是很重要 理直气和 不要继续 你越是理直气和 他越是觉得你不中计 他自己也就无趣 第二个更重要的是 你可以争取国际的支持 第三个的确就是 中共对我们的骚扰 是已经破了冷战纪录啦 比如说日本最高纪录 一年可能要拦截 中国军机一千零五次左右 这是他们最高纪录 可是中国军机 进入我们ADI 大概已经到了将近两千六百次 平均一年两千六百次 这个其实 我们都还可以吃得下来 可是就是说这些飞观 这些地勤的人员 就会负担比较重 我觉得老师刚刚有讲到 一个蛮重要的事情 是就是中国对全世界 都在做类似的事情 那也包括刚刚也讲到说 跟韩国有冲突 那如果比如说很多台湾人 喜欢讲说 因为我们选了 跟中国关系不好的政党 所以才这样 但事实上韩国现在的执政党 其实是相对来说 是跟中国关系并没有不好的 所以其实很明显 就如老师刚刚说的 中国就是一个国际流氓 就一直在做这种 骚扰大家的事情 那因为比如说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遇到流氓 你可能可以报警 但是在国际上面 遇到中国一直做这种事情 要找谁报警呢 对那很多人 这种反美的人 或者是所谓的反战 反战要加一个引号 就会批评说 美国是自以为世界警察 动不动就介入某一些地区 但是如果看看乌克兰 再看看台湾的情况 那如果我们遇到 这种流氓国家 一直制造灰色地带冲突 不只对台湾 然后对世界上所有的地方 其实是必须要想办法 去处理这件事情的 对所以我们今天 谈灰色地带冲突 那刚刚老师跟大家分享了非常多 世界各地都在面对 中国这样子的情况 其实是蛮重要的 对我觉得听众朋友 真的听到这边 很可以记得这件事情 跟身边的朋友分享 因为蛮常会听到有人讲说 就是台湾跟中国关系不好 才遇到这样子的情况 我先解释就是台湾这种情境 我们可以说是一种 斯德哥尔摩集体的症候群 就是不去指责加害者 反而来指责受害者 这种是很父权杀黄式的一个心态 不是杀黄啦 杀猪啦 我讲到俄国才头壳烧掉了 父权杀猪式的一个心态 就是哎呀 如果说有女生被侵犯 就说是因为她衣着的关系 不去指责加害者 反而指责受害者 这是什么鬼逻辑 就是一种父权的社会心态 才是这样子 所以他们这一种就是说 可能看中共 就是爱有好庞大的军机等等 他们就会心理上 就会有一种潜在的这种意识 就是我要习归为大笔 甚至表忠等等的 第二个就是国际间 其实是一个比较接近 所谓的无政府的一个状态 这是国际关系 长久以来的研究 就是不要是现实主义 部分有理想主义是没错 比如说美国 他的理想主义 其实是来自于 认为如果国际间 就是陷入系统性的战争 美国逃不到好 因为他很多要靠进口出口 贸易等等的 所以这是维持安定 是共好 那第三个就是说 除了刚才 雪莉讲的这个 中国海警 或中国渔民 在全世界 这个就是坐监犯科 还有到处挑衅的 战狼外交之外 中共他对于各国 都有这种所谓的渗透 包括这个网路攻击 包括资讯的误导 包括实体的收买 比如说在澳洲 有议员就是被发现 这位华裔的澳洲议员 就是长期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现金 而且他表现出来行为模式 就是在法案上都是对中共有利的 那甚至在比利时也被发现 某个议员就是拿华为的政治现金 相关的角色上面 都采取倾向中共的这个政策 而且他还是占据着 比利时国会的这个军事委员会的主席 这个突然觉得好熟悉的感觉 跟台湾的立法院 好像很有这个画面 就是说同样的 如果我们就比较全世界的案例的话 就会发现 加拿大也有被中国渗透 他们的政界等等 这样子就可以很客观的说 如果要把中国对台湾的一些东东 当成是因为某个政治团体执政 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你就可以知道 这是中国在偷换概念 其实对中国来讲 台湾不是那么优先 但是台湾可以是那么的重要 你要想想看 他在今年的两会 他国防预算已经到了1.6兆人头纸 囊头抓人民币 又比去年增长了7.2% 1.6兆人民币相当于就是说 8兆的台币了 中华民国国防预算 不好意思 可能只有就是常年预算加特别预算 加起来一年可能就5千多亿 所以他是我们的将近12到13倍 那他搞这么多钱 就是第一个 习近平要用银带子稳住枪杆子 他这个真的是 也是很符合管理现代管理概念 要稳住他对他最重要的部门 因为我研究近十年 习近平大大的这个国防预算 从他2012年上去 他7200亿人民币 到现在变1.6兆 要求成长1.4倍 再来就是他历年在增加国防预算 大概有25%到29左右都是 投资在改善基层的待遇 有个好不好 哦 就是以前的邓小平 江泽民跟胡锦涛 他们是抓军头嘛 抓住高级将领 他们认为就OK了 只有习近平是杀军头 就是将军下台那个将军 就是自然死亡了 火箭军啊 战略支援部队等等的 可是他就稳固住基层 很有他们这个共产主义做事的风格 没有 这是现代管理概念 叫做钱往下走 就是习大大是政治目的嘛 那第二个就是 他把这些钱就弄来 就是说中国要改变 他地缘战略 他从一个land power 陆泉国家变成一个西泡海权国家 所以他投资可能后面第四艘 跟第五艘的航舰 还有一些就是先进的船舰 还有战斗机等等的 所以他投资这些 在这样的情况看起来 你就知道说OK 北京的眼睛是看着 整个太平洋的到第二岛链 所以他的海军要出门的时候 就会觉得台湾在中间 卡卡的 对 北边是宫古海峡 南边是巴士海峡 这样子出去总是好像被看到一样 不开心 所以如果把台湾变成中国一部分 太好了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就是台湾变成中国的Hawai 变成一个前进级地中 对啊 多方便 可是这个对于日本 韩国美国来讲 是不可承受的 因为日本依照联合国能源中枢统计 就是日本有9成2的能源 天然气 瓦斯 酒油 会经过台湾周边的水域 韩国欧巴他们也有6成5的能源 会经过台湾的水域 何况东北亚跟欧洲的海上贸易 就是货运线 占了全球海运的26% 各位 这比前年大家记得 苏黎世运河被 塞杆 对 被大排长龙 对 被大排长龙 堵住那个还严重 大排长龙 苏黎世运河只有11%而已 为什么 因为从东北亚这个航运出去之后 到印度洋海就会分流 第二次分流 第一次分流在南海 有些到东南亚 第二个就是有些就到非洲 剩下才会到往北走 苏黎世运河到欧洲去 所以台湾就是这类帝王 location 即使美国也可能需要台湾 因为中国的潜舰 大部分都是在南海 那边是深水区 台湾海峡是潜水 所以唱水港 潜水舰不会在那边 都在南海 南海的这些潜舰 如果要进入 就是台湾东部的菲律宾海 对美国构成打击 潜水就要走巴士海峡 台湾南海 和菲律宾中间那边 对对对对对 所以台湾在这里就是也协助我们朋友 顾好这海上的运输 那在新竹这里有个全世界最高的海盘的一个热山雷达 所以中国的飞弹一离开地面 大概50公尺就被抓到了 连金正恩先生发射飞弹 台湾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就是对美国来讲 就是我们的地缘位置 还有这个飞弹防御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才在上一集 我们讲那个公民防御的时候 才会说我们不用夜狼自大 但是千万不要忘自飞薄 不过这样的话 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那这里会不会是中国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他好像很有想要扩大他的影响力 但是他也没有直接用军事手段去扩张 他都喜欢用这个叫什么 这个灰色地带冲突的这种手段 去扩张他的什么硬实力软实力 然后慢慢的亲门他户 这是不是中国会喜欢使用这种手段的方式 对啊 这个是我觉得中国跟以往的霸权国家 比较不同的地方 比较幼稀 拿刀叉吃人肉 比如说以前的纳粹德国 直接就来了 就是他要并吞波兰的淡泽区域 那边淡泽都是德国的居民 把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 还有奥地利要并吞的时候 就是一个德国政策 就是奥地利跟德国人都是同文同种 同样讲热漫语的 所以他就去派兵去奥地利旁边的边界演习 然后对奥地利的媒体进行宣传战 加入德国好棒棒哦 加入德国之后GDP可以成长2% 德国会立刻把工人送来度假 威胁德国的执政党说 如果你不接受那个 办公投这样 对 不那个并入德国的话 我就要发兵攻打 奥地利的债与党就配合 我看Time杂志的封门人物 奥地利 独自作战 因为法国英国不想跟德国撕破脸 随进政策对 不想要撕破脸 后来德国就比较仇惨了 就直接就是打来打去的 中共它目前就是在台湾周边是灰色地带行动 对全世界也类似 比如说它一带一路 它就比较优秀用了经济诱因 来说你们加入一带一路 我帮你弄基础建设 帮帮那就形成债务陷阱 债务陷阱形成之后就说 不好了 我不是港口给我用99年 人真好 这是好人 不过中国跟俄国的这些行为 其实好像欧洲国家 渐渐的开始有一些反应 像刚刚老师讲到 他们其实过往是有一些相关的经验 所以我们最近就看到 芬兰跟瑞典 北欧的这两个中立国 都申请要加入北越 就开始有一些行动 过往我们想说 这些欧洲国家好像 不管是对中国或对俄国 都没有要太多表态 近年好像他们开始改变了这个做法 可能就是跟老师刚讲到说 中国跟俄国一直用这种 大道的手段 国际流氓的方式 那确实也让国际间 开始有一点紧张 对 其实就是一个笑话 就是川普跟拜登做不到事情 普京做到了 就团结北约 还把两个中立国逼到 变成是北约队的成员 台湾以前想要加入很多国际组织等等的 或被国际人同 现在习近平帮台湾达成了 加速师 对 总加速师 所以才会说这些极权国家有时候 就是吃金融破坏等等 其实会面对很大的后座力 那我想就是 有一个蛮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台湾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说我们的台积电 我们刚才介绍那个地缘政治上面 我们就是 非常重要 那台积电当然更不用讲了 可是我觉得台湾要反过来想 我们有什么国际责任 比如说台积电很棒 对 最近股价也一飞成天 所以说听Podcast有好处 可是我们要更加的一些谦虚了 因为台积电这种先进半导体 其实某个程度会像是F1赛车 台积电是一个很好的赛车手 舒马赫 是厉害 可是你的赛车就是基台 荷兰来 上面的电化学产品 就是那个魔光剂等等的 鲜影剂 日本来的 赛车的润滑油 日本来的 核心技术的IP 基台的IP是美国的 所以我们要更加谦虚 要更加谦虚之后 你就会知道说 你要保护这些科技的产业机密 你保护好产业机密 这些国家就会对你更信任 更愿意来投资 而不会想说 万一是去台积电怎么办 再来就是台湾中华民国面对很多的外交的不公平的处遇跟困境 可是我们要想一想 为什么依照世界银行的统计 我们对国际间的政府援助 ODA全世界倒数第二名 只比泰国多一点 我们一方面说 我好可怜 没有人能给我公平的待遇 可是你每年从全世界赚500亿美金的顺差 可是你回馈给国际社会 只有一点点 当然就是会比较值得讨论 联合国建议是每个国家就是每年提供政府援助大概是0.5个GDP 那以台湾一年GDP8000亿美金来讲大概就是40亿美金 因为8000亿美金的GDP1%是80嘛 那0.5就是40亿嘛 如果你用40亿美金等于是相当1200亿的台币说要原外 我觉得我们可能会 关系会更好 更受欢迎 那我们的社会的反应 社会的反应 你说台湾社会 对对对 可能就是要先讲金元外交啊等等 也许我们可以不用像联合国 就是那些伟大的欧洲国家 可以做到0.5个GDP 回馈国际社会 也许我们就是说可能0.1啦等等 也会比现在好非常非常多 这样才可以给外交人员有足够的筹码 当然最重要的是来自于说 你就是享有国际稳定的区域的秩序 享有这种自由贸易的市场 应该是要回馈给这个秩序跟市场一些合理的 缴管理费 维护这个社区秩序的管理费 然后协助这些开发中国家去改善 至少减轻一些不幸的故事 减少一些儿童饿死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摆脱金元外交人的部分 讲到这个我就觉得说 某个程度你必须尊敬中国 很奇怪为什么要尊敬敌人 因为你尊敬他你才可以对付他 中国1949年就是建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1972年才加入联合国 中间他就是无偿的援助非洲等等等等 当然有他政治的目的啦 可是他总体的战略上面 他就可以比较平衡的去拿捏 所以我最怕的是我们自己一直在哀叹 我们好辛苦喔 有点像那个陈宇说牛衣对气 自己人抱在一起 哎呦人家一直拿武器威胁我 可是我问你 你的国防预算长年的只有GDP的2% 那怎么盟国会相信 你是真的要保护自己吗 认真吗 己愿大力一直想要别人来帮我 那自己付出 如果说原外预算增加了 那我们其实应该采取这日本的方法 我对你的援助不是无偿的 而是第一个我遵照联合国的规则 第一例你还是要付我利息 第二个我既然提供援助了 那你可能就是要跟我的国家的公司采购 你工人可以用一半你们自己的 或是多少比例用你们没关系 可是应该由台湾的这些相关公司去帮你做 一方面做外交 二方面就是说给国内的厂商一个新的机会 国防也是 如果说民众支持我们增加国防预算到GDP的3% 我们要跟民众讲 也可以对经济有产生正面效果 这个叫做国防经济 以前国防产业是比较低阶的 国防经济就是比较广义的宏观的 所以这些增加国防预算跟防卫能力的钱 可以贡献平均1.8倍的GDP的效益 投资100亿在建造某个设备 某个装备可以产生180亿经济效果 包括美国、日本、澳洲等等 我们大概统计一下平均是1.8倍 最大的效益代表性是瑞典 他们自己做了持久战机 JS39 瑞典政府统计 它产生的经济效益是4.3倍 里面最赚钱的是夹牙年座机 因为你建造一架飞机上面用的一些技术 可以用在AI 有些技术可以用在A280 可是里面最赚钱的夹牙年座机 因为你想想看 你现在大家搭飞机出国 有时候会开的萤幕 就是飞航资讯 现在在3万英尺 外面是零下40度 可是你想想看一架战斗机 它从地面要飞到3万英尺 它要求是在1分钟60秒之内达成 快速的变化 对 它温度快速的变化 刚才蒙蒙讲出来了 就是重要的答案 所以飞机的复合材料 就是用一层碳纤维 加上一层黏胶 等等叠叠叠叠叠叠上去的 这个黏胶要在60秒之内 承受60度的变化 所以他们就想说 把这黏胶改良一下 变成是生物安全的 没头到也可以 意外的经济的效益 这就是来讲 为什么说让民众相信 而且知道增加国防预算 也有助于经济 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战争中好多我们现在用的科技 都是来自于军事需求 像说ABS刹车 潘宁系令 抗生素 甚至刮胡刀 都是因为在一次大战的时候 一个德国士兵 当敌人的毒气吹来的时候 他把自己的防毒面具拿掉 吹号角 就提醒大家戴防毒面具 最后就不幸阵亡 在一次大战很多毒气攻击 然后美国跟英国就觉得 我都给你们防毒面具了 为什么还是有人受伤或阵亡呢 就后来他们研究 不是呢 因为这种毒气攻击 都是佛脚攻击 就是趁着早上日出前 大家哦哦捆的时候 毒气就来了 然后就会有号手 提醒大家戴防毒面具 大家刚刚起来戴的时候 还是会有缝隙 因为阿兵哥都在早上长胡子 会有缝隙 还是有毒气会进去 所以美国陆军部就要求 民间的业者就开发快速刮胡刀 30秒搞定 所以现在看到什么书插牌啊 某某牌的刮胡刀 就是那时候起来的 老师刚刚提的这一段 那我想到说 很多的转变 都是在不知不觉的发生 你以为你是在做 军事用途的用品 没想到其实到商业化之后 反正可以造成很大的效应 提到这个 我其实就是想到的是一个 说起来也没有到很久以前 但是其实已经恍如隔世 就是因为我们中军 做了很多政策的转变 10年前这个时候 大家其实在烦恼的是什么 好像一定要依赖中国啊 不管贸易上啊 或是政治上 慢慢都越来越接近 所以才有出现 所谓的三一霸吧 决定应该还很有影响 当时也是在街头上的青年 现在也是 解楼 因为我们前面谈到很多 灰色地带冲突 在战争中另外一个常常用的是 混合战策略啦 刚蒙蒙讲到 10年前的三一霸 那时候常常在讲的事情 就是说 必须要依赖中国啊 然后中国透过 非常多这种经济战等等方式 或是甚至是封锁战 来让台湾必须要依赖中国 那这个部分就想请教老师说 那中国对台湾发动这种 经济战跟封锁战 是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除了让台湾人吵不停之外 它让你吵不停是 附加效果 附作用 它最主要是要改变 台湾的这整个国家安全的结构 我们先讲 这国家安全听起来好像高大上 好像就是很抽象 其实就是包括政治 心理 军事 经济 这四大领域 所以它让你变成 对它形成一个依赖 就可以对你欲去欲求 最后就像黑洞一样 把你吞掉了 这是总的来讲 我们来穿越一下就是 胡锦道时期 其实对台湾的威胁比较大 反而是比较大的 对 因为它那个叫做笑面湖 你还记得就是有很多 当时中国的那些戏剧 像是前龙皇朝 汉世无商的 会让台湾的很多民众 喜欢看陆剧等等等等的 那到习近平之后 就开始拿剑乱亮 所以反而会提高警觉 在学历的这个世代 反对过度依赖 中国的这种贸易的时候 是某个程度 真的很感谢他们 如果不是他们那时候 阻挡那些很瞎的政策的话 也许今天我们可能会更为困顿 面对的困境会更大 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个具体的 台湾的六大港口 竟然对中国开放车上车下的服务措施 艺术就是说 它来的货轮 不只是货轮 叫客货轮 当然就是我们知道是一种渡轮 它跟滚装船 其实有所不同 滚装船指的是全都载汽车 像说现在台湾经济很好 在台中或哪里常看到 一辆车子 一辆车子五六百万的载车子来的 滚装船 客货轮就是可载客又可载车上车下的船 雪莉他们在努力的那段时间 竟然看到怎么会开放中国的滚装船 或客滚轮 或者称为车上车下的船 可以停靠台湾 本来是指定港口像台中港的 后来竟然六大港口 基隆 花莲 台南 高雄都也开放 这不是在替解放军开大门走大陆吗 而且解放军每年都在演习 把他们的陆军海战队 就是两栖合成旅装上客滚轮 从A港口出发到B港口下来 这很奇怪 台湾跟中国大陆 其实中间不太需要这种汽车往来 即使有需要就是指定港口到厦门 这样也就罢了 那怎么是还台湾一圈 好方便喔 对啊 这很怪 哪有那么多台湾人 就是要开车去那边旅游的 所以这就是可以见证 当时努力 非常重要 我记得那时候在讨论 还有就是说 要开放中国的海洋测量船 来台湾进行一些工程标案 说海洋测量 对啊 你现在去Google一下当时的新闻 我看了简直就快要心脏麻痹了 你这样不是让他的海洋测量船 我来帮你做海事工程 所以把资料送回去 以后解放军的登陆作战就很方便耶 毫无国安可言 只机密都给人家 比IT的尺寸还准喔 几点几分潮水多高 我来登陆都都都好 好舒服的 哪有人这样啦 也幸好就是过去 十年前的这个时候 我们有 不然在街头上的各位 有成功的把很多的政策给挡下来 不然他们当时也可能有一些 在胡琴涛这个胡温体系之下的这种 舆论战温水处情要挖的放手 慢慢让台湾社会变成 他可以兵不写任 他可以没有直接登堂入室 不用真的出兵 就可以把我们的 有像首位的城墙 把我们的公民抵抗给瓦解 我不认识那些在服貌中努力的人 但是他们现在在社会中 每一个角色 每一个位置 其实都是一个很重要的 心房的据点跟种子 在这样的情境之下 他们当时面对非常多的 奇怪的压力 有说在某个办公室 饼干被吃掉了 新增院吧 我小点印象 起起太阳饼 这些人现在也许都还不到30岁 都还是非常年轻的 在下一代的大学生 可以有这种很珍贵的体认 这样子我们在谈这个 从上一集的公民防御等等的 就可以起到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这个故事真的说不完 这是仿佛昨日 对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说 中国一直在用这种经济战的方式 或者是像刚前面讲 温水煮青蛙的方式 而且中国引发这些事端 台湾内部 我们应该都可以看到 就会常常自己吵不停 就会说 我们自家政府没有做好 像老师刚刚讲的 检讨受害者 明明台湾在这件事情上面 很明显是被中国打压的对象 那就算是一般 比较不关心新闻的人 可能常常看到 社会上有这样子负面的氛围 就会觉得说 蓝绿一样烂啊 政府都没有做好啊 我不要管政治啊 执政党都坏坏了 所以这某些程度也是握手 为什么一直想要谈民防 或是新防 推广到这个叫做公民抵抗的概念 因为大家如果没有 拉高到这样的意识 去理解这件事情的话 会觉得都是一些 好像内部的问题 内部很纷乱 但其实我们必须要认知到 就是说这个其实是 中国对我们某种程度的攻击 对 可是我会觉得 就是我们要用更直白的方法 更轻松的方法 让民众更可以理解 因为有时候 一直讲认知战 民众听了会觉得 负担好沉重 但是如果从他周边的那个 诈骗集团啊 诈骗集团就是认知战的事情啊 给你打击啊 给你骗啊 改变你的行为 用这种比较好 民众可以理解的跟他们沟通 我觉得也是我们的一个责任啊 有时候会觉得 老天在帮台湾 因为当我们在谈 这种认知战等等 危险大的时候 有些在地代理人 就是被中国收摆了 等等等等的时候 社群媒体如何如何的时候 偏偏就来一个小鸡事件 证明的确有些 网路上的意见领袖 有时候会用制造新闻 或是假讯息的方法 来冲一些流量 就正好是遇到一个威权的国家 早上到晚上三晨就直接判刑了 这是奇怪的巧合 就让民众可以潜意识里面就知道 有些可能网路上讯息要谨慎去看 我们虽然好像处在一个流氓国家的隔壁 这个是很不幸的地方 但是每次碰到一些灾难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发生一些幸运的事情 让我们的国人能够更强 知道会出问题 我们在讲灰色地带行动这个理论很多 还有灰色褐阻 叫灰色褐阻这种东西 就是第一个我要讲清楚我的底线 哪里是底线我要先讲清楚了 第二个如果底线有人侵犯的时候 我就要不怕身高去应对 这样才可以阻止敌方得寸进食 这样子就不会有灰色地带 可是在要谈民防的时候 我们就要转个方向 用比较容易接受的一个方式 像说美国前总统欧巴马 他08年代竞选的时候会很成功 是有几个理由 第一个就是当时早期型iPhone出来 第二个他的团队在讲那些伟大政策的时候 就是救地球爱地球等等 他没有讲那种文字型的 他是做成一个图像的一个政策 就是一页书 我是把它称为一页书 就是一个萤幕看 就知道好了 欧巴马就是要这样 你不用再去翻上下上下 一看就知道 OK你这样做 我做得到 对地球也帮助 大家都happy 第三个有点像是结合商业行销 在美国你可以合法购买 信用卡公司的一些资料 他可以知道说 这个消费者他平常都去素食餐厅 开Prius 邮电车 去书店买了什么书 他一定是绿色选民 所以我寄给他的DM等等 这是环保的 他证件宣传就更有效 这是第一次大规模利用 信用卡资料库在做竞选的案例 民主国家这样竞选的 合法的 为全国家就翻过来就是在做分众渗透 一样 只是他现在用的更方便 因为不用去申请买信用卡资料 第一个他从相关的社群媒体去捞同温层 美妆哦 我教你有小红书 这样贴假眉毛好飘飘哦 等等的 经营一段时间之后 在快要选举什么 他就开始收割 就开始放出一些诱导性的假讯息 讨厌 政府都管好多哦 我这个只是一个擦皮肤的保养品 这个也要管等等的 里面是是而非 这个是美国英国已经认证过的 他们经营社群媒体就是这样来带 经营的人是俄国 因为老师讲到说 这些各式各样的方法 都是一些混合战的做法 老师有特别提醒说 我们要用非常务实 然后大家听得懂的话 去操作跟 让大家知道可以怎么做 最后就想要问老师一个问题 面对中国这些混合战 不管是媒体的 或者是这种透过自媒体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方法 台湾民间可以具体 务实的做什么样的抵抗呢 给大家一些建议 一样我觉得就是说 这不是民间的责任 民间该做 可是政府给出的一些政策 或是论述等等 要有感性 其实政治某个程度是温度 或是感性 不是理性的事情 所以你要去破它才可以 第二个回到民间的部分 现在我们讲了可以做什么 第一个就是像对付诈骗集团 一定要对于这些 赖群组上面的早安图 如果是陌生人的多留意 然后如果是亲朋好友 稍微留意 可以的话提醒他们 有些东西可能是 哎呦 这要再看看啦 让他有一个警觉 至少不要去传播 第二个 如果还行有余力的时候 我让够减忙忙 怎么办 你看我们现在的枸杞 都已经这么高了 超超香港的枸杞 从这些他们比较周边 感同身受的去做一些导证 这样子举这几个例子 我想是比较容易可以理解的 再来就是应对一些 可能的大型灾害等等的 或者是说战争 都一样就是 可以在家里 稍微准备一些必要物资 不管是地震台风 面对紧急事态的时候 就可以提高韧性 怎么样简单的方式 用生活化的方式 让大家去关心这个一体 让我想到我们之前 其实有跟苏世明老师合作过 我们是办讲座的题目 甚至还是是动物跟战争 之间的关系 怎么样确保动物伙伴的安全 所以像我们那个时候的经验 也发现说 老师真的是这一块 如何用生活化的方式 让大家去关心战争议题的高手 没有没有 我觉得各位听众的话 可能会比我们更厉害 因为他们每天都是 在各行各业在努力 就算我不认识318纳居伦 可是我永远谢谢他们 我们的手册就是两本 也都很感谢老师的帮忙 因为其实出这个手册 对我少来说也是很困难的事情 就是中间我们在写的过程中 有非常多需要专家意见的部分 然后也很感谢老师 也非常谢谢老师 今天一定要到 谢谢金妈奖这些东西 对对对 因为我要谢谢长展啊 卧槽等等 可以把它变成说 一个有温度的文字 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 讲道理OK 但是你要把它讲的 可以让人家感觉有feel 这才是厉害 所以才说 尽管一下有很多影音的平板 等等可以看 可是你会觉得那个很干 最美的还是说一本好书来看 这个是文字的张力 文字的张力就是我们要破掉 对方一些错假讯息时候 一定要有感性来作为一个人际渗透 这个心理学上也说过了 哭哭的人际渗度大概是1啊 可是微笑的人际渗度是3 这个就是生物的本能 它会屈极避凶 每天在哭的 他潜意识就不想跟他在一起 就带衰 他每天都是很快乐的会吸引人 这个同样的是保护国家 保护你家里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今天就是大概到这边 非常感谢老师的分享 也希望后续我们还有机会 继续来请老师来帮我们分享 更多民房相关的议题 就是正面思考 然后有温度就OK了 不管你在商场 在擒场 都是正面就是力量 好大家也不要忘记购买我们有温度的民房手册 积极行动指南 大家可以点我们这个下面连接上网网看 或是买我们的纸本 我们谢谢大家今天的周听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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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卧槽民房共和什么事 是一个讨论民房议题的节目 我们希望让民房议题 变得有趣生活化 让更多人一起了解 全民房的重要性 欢迎把节目资讯 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今天聊到的卧槽文章连结 都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发续卧槽Facebook IG Twitter YouTube 以及我们的Podcast频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